当我知道一部特摄片被批涉嫌暴力犯罪时 我的第一反应是能解释为误解的就不要解释为恶意 有误解就要尽力解决误解 所以我的第二反应是应当做成一期视频 告诉像我一样的路人奥特曼究竟是什么 你好这里是读社编辑部我是王伟峰 现在删减后的迪迦奥特曼已经重新上架B站 但有些误解依旧没有解除 所以今天我们好好聊聊奥特曼 可能是全战最详细的一次 文章的作者叫莫莫 她是我认识的最二次元的同事 也是我最敬佩的二次元 虽然已经离职 但热爱奥特曼的她 十分支持我们将她的文章视频化 并愿意亲自现声解说 关于她的故事请让我留到最后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莫莫 为你带来这部充满热爱的编年史 向你传递那道光究竟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莫莫 想要不带偏见地看懂奥特曼 需要弄清两个核心问题 奥特曼是谁 以及他们为何要保护人类 别以为只有观众困惑 半个世纪间 主创们也一直尝试弄懂他们 1966年被后人称作 特赦之神的远古英二老爷子 搞出了一部 以怪兽为主角的特赦片 奥特Q 全部二十八集主要讲述 人类依靠智慧和科技 解决各种怪兽引起诗端的故事 说是怪兽但很Q很有爱 他们虽然给人类造成麻烦 但奥特Q时期的怪兽们 普遍不具备过强的破坏性 所谓事端也只是他们在地球的日常 看着这些憨厚可惧的怪兽 远古老爷子陷入了沉思 假如这些有着超人类力量的生物 打算侵略地球 那人类又该何去何从呢 于是同年7月 一位银红相见的英雄来到地球 拉开了奥特曼与人类防卫军 共同对抗怪兽的序章 作为开山座 奥特曼确定了整个系列 最基础的剧情结构 一个由人类 怪兽 奥特曼 三方组成的故事 怪兽出现 人类 地球防卫队与之对抗 事态失控时 奥特曼登场 奥特曼三分钟内 帮助人类击败怪兽 三板斧剧情如公式般简单 的确 子共向的定位 意味着它需要让孩子们看得懂 且乐在其中 但这简单的结构 也足够做出相当动人的奇思妙想 在初代故事里 我们能看到 妄图殖民地球的 满门中猎小龙虾巴尔坦型人 看到妄图破坏人类 与奥特曼之间羁绊的扎拉布型人 而人类也可能化身怪兽 这个故事值得详细一说 他叫贾米拉 原是美苏争霸时期 某国的宇航员 为了国家利益 他被送往太空 不料飞船失事 降落在异境的他 变异了 侥幸生还 曾经效忠的国家 当然无形抛弃了他 身为大国博弈的戏词 悲愤交加了贾米拉 以怪兽形态重回地球 当看到被自己破坏的村庄和四处逃难的人 贾米拉停手了 转头攻向地球和平会议会场 讽刺的一幕开始了 没错 奥特曼世界也有讽刺 打着和平的名义 所谓的地球和平会场前 居然布满致命武器 故事尾声 讽刺意味 达到顶峰 被奥特曼打败的贾米拉 在生命最后一刻 依旧不甘地爬动着 带着深深的遗憾 这位昔日的航天员 倒在了外表光鲜的美国国旗下 激进 尖锐 这便是昭和第一阶段 奥特曼最大的特点 一部披着超级英雄外皮 时而针匾现实的科幻剧 紧接着第二年 这个科幻故事 以更天马行空的方式被讲述 第二作奥特赛文 原先不是按初代的续所来规划的 是后期才被决定 并入奥特曼系列的 赛文的故事 加入了些许惊悚元素 更容易引发观众思考 比如一个问题 奥特曼保护的是地球 还是人类 初代 地球是个物理概念 但到了坚定站在人类一边的赛文时 保护的对象 则成了人类时 这下三观复杂了 你有没有想过 帮助人类 也可能是一个邪恶的词族 故事中 这个人类至高无上的角度 将逐渐倾斜 甚至移动到偏袒 比如 太空中的移动城市 佩盖萨士发生故障 即将与地球相撞 佩盖萨星人与地球沟通 期待能改变地球运动轨道 但赛文却毫不犹豫地 带领地球防卫队 炸毁了佩盖萨士 还把外星人赶出地球 此时 人道一死 有了自私的解释 人类的道 所以 在奥特曼故事的进化中 人类的地位也发生变化 从万物平等到至高无上 最终 人类甚至调转地位 成为了侵略者 受当年越战影响 赛文竹笔之一 金城折夫 将命题推向了更深层 在一个故事中 海底深处生活的 农马尔特人 曾是地球原住民 人类曾将他们赶到海底 可接下来 人类又决定开发海底 农马尔特人 只能被迫反抗 这一次 来自外星的红色巨人 又坚定地站在了人类一边 农马尔特人 仅存的海底都市 被炸成碎片 编剧当然不至于如此麻木 这一集的最后 赛文的人间体形态 诸心团 在海边默默出神 仿佛听见了少年的责骂 赛文过于深度的主题 在随后几部故事 被搁置 编剧们没想到 这份属于赛文的深刻 会在四十年后的平成时代 带来整个系列的巅峰 现在可以回答开头的两个问题了 一 奥特曼是什么 初代的奥特曼 就像宇宙中的神 而这个神的本质是人类 二 他们为什么只保护人类 一方面 他只对人类充满感情 另一方面 他是不爱宇宙万物的 无感情的化身 奥特曼每次在危机时登场 但危机都是人类的危机 而非宇宙或其他生灵的 人类自身的力量 才是真正被强调的内容 既然神与人的关系如此密切 那么终有一天 他们会自然合体 来到昭和二期 这时奥特曼将关注点从巨人 转移到他们的人间体身上 1971年 归来的奥特曼 杰克奥特曼 人间体开始赋予奥特曼人性 杰克的人间体香袖术 会在与上司冲突时退队 会因获得奥特曼力量而自大 也会因爱人离世而崩溃哭泣 与赛文直接化成的人间体 诸心团不同 香袖术是一位真正的人类 也因个人遭遇一度质疑奥特曼的力量 当人类的血统比例越来越多 新的故事中开始出现人类的反思 爱好和平的梅斯星人 为调查地球风土气候 而在地球生活数十年 帮助封印过怪兽 还收养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少年 建良 因为人类厌恶外星人 所以建良和梅斯星人 不断受到欺误和霸凌 又因地球环境不断恶化 梅斯星人身体状况 每况愈下 无法召唤出飞船 最终在人类邻居的 又一次上门拜访中 梅斯星人 当着香袖术的面被射杀 之前被戏封印的怪兽 也重现地表 在雨中 香袖术陷入了内心挣扎 他开始犹豫 人类究竟配不配被拯救 这种反思 格外注重对人性的思考 于是也贯彻在后续剧集中 一个真正的人出现了 就有第二个 第三个 到了1972年的艾斯奥特曼 他开始侧重描写奥特曼之间的联系 奥特兄弟的概念 也被建立起来 曾经高高在上的神们 开始逐渐变成神们 譬如光之国的太子爷 泰罗 与青年东光太郎的生命 融为一体后 他在地球玩得很开心 整部剧风格也走向轻松 欢快 昭和年间的最后一座 这位长相酷似爱迪奥特曼的潘长江老师 是唯一一个TV剧集全城无败记的奥特曼 也是一位字面意义上的老师 他深入学生群体 在教授理科的同时 也以自身为榜样 给学生指点迷津 在制作上越发成熟的远古 不断尝试给故事注入新元素 1974年的雷欧奥特曼 第一次尝试颠覆传统 本是177星云王子的战士雷欧 却经历了厄运开局 家乡被毁 族人被杀弟弟被俘 这预示着主人公的意志与成长 将成为雷欧故事的主线 他将地球视作第二故乡 在前辈赛文的指导下 逐步成长为昭和奥特曼中的格斗之王 但随后 雷欧的人类防卫军伙伴 被怪兽团灭 甚至连前辈赛文也下落不明 雷欧悲愤交加 从云盘生物体内拽出基地残骸 但对现实 他已无能为力 发现了吗 这一时期的奥特曼 在力量上也不再是神 或者说力量不再重要 他们变弱了 变弱不仅会影响力量 也会影响视角 他们的目标仍是保护地球和人类 但由于变弱 这个目标也消除了自大的属性 不是因为宇宙中人类最尊贵 而要被保护 而是因为宇宙中我们很弱小 所以要保护自己 可惜 雷欧虽然有着优秀内核 但残酷的写实风 在当时与前作《泰罗》 形成了强烈反差 最终以惨淡的收视率收场 这一意义的失败 直接导致后续五年间 奥特曼TV续作的停摆 这种成人像企划被打入冷宫 远古开始在作品利益的选择上 更谨慎 但他没有因此保守 反而更靠近写实 之后 日本整体社会迎来了一次毁灭性打击 泡沫经济破裂 奥特曼的TV因此被搁置近十年 只能靠向海外市场兜售版权勉强苟活 可十年间 创作者们停笔不停脑 从未停下对奥特曼概念进化的思考 一个新的问题被提出了 很有趣 既然奥特曼可以是人类 那么人类为何不能是奥特曼呢 终于在世纪末的1996年 他们给出了一份全新答案 那答案就像阳光穿过黑夜 90年代末期 日本经济复苏 这种时代背景所运营的特色作品 大都着眼于鼓励当时的社会 同期隔壁场东映的假面骑士空我 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所以在平成年间 远古先将奥特曼形象与光联系起来 讲述了三个关于光与力量的故事 大地之光盖亚 宇宙之光黛拿 以及人类之光 迪迦 当然最重要的是迪迦与中国观众 与我们有着最好的缘分 在2004年 他被引进中国大陆 终于带动了新一波奥特曼潮 直到现在 即使从未关心过特色剧的人 提起奥特曼 也多少会对迪迦这个名字有印象 各种视频网站上 你总能看到这最整齐的纪念 那一年 我也变成了光 所以 迪迦从各种角度说 都是特殊且具纪念意义的大作 它象征着系列开始放下力量 探讨奥特曼的本质 这时期的奥特曼又一次转变思路 开始在人身上添加些许神性 问题还是老问题 但获得了新答案 迪迦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保护人类 迪迦的人间体大骨 既是人类 也是光 在第25集《恶魔的审判》中 祭礼艾罗德人 质疑迪迦没资格做地球的守护神 并尝试用宗教方式洗脑 让人类认为迪迦是应当被审判的恶魔 自己才是代表正义的天使 失去了群众基础 迪迦果不其然 败下阵来 随后在防卫队同班的号召下 还相信迪迦的居民们 纷纷将手中的光投向迪迦 这里故事有了充满深意的遗路 创作者用构图和内容 致敬了名画创造亚当 建立于大量宗教寓意的25集 开始四两拨千斤的赋予迪迦实质 他向自己的造物主伸出了手 于是观众们开始感知到 迪迦面对的并非上帝 而是人类 迪迦也并非来自光之国 他是三千万年前 便存在于地球的光之巨人 迪迦是人类自身希望的具象化 面对越来越强的怪兽来袭 人类阵营发生了意见分歧 一方认为需要进一步升级武器 另一方认为 正是因为人类选择杀戮斗争 才永不停息 人类的纠结最终靠变身迪迦来解决 他们希望从光之巨人那里得到答案 而最后得到的 却是人类自己在战斗中的顿武 迪迦为保护人类而战 是在保护身后的伙伴和所爱之人 他们才是迪迦力量的来源 如此 爱与象征希望和探索的光 成了宇宙通用的价值观 于是迪迦的大结局摆脱了是人类还是地球这个过时的问题 让全世界孩子们一起变身 成为光的一部分 成为奥特曼共同战斗 这才有了前面弹幕刷屏的 那一年我也变成了光 看上去 迪迦给了一个与前做完全不同的优秀回答 但其实是时代的变化 让他获得了新盈的设定 又进一步延展了价值观 1997年的宇宙之光 戴拿奥特曼 在沿用迪迦世界观的基础上 把舞台搬到了太空 也许是吸取的雷欧 因深刻而失败的教训 戴拿并没给出一个宏大的利益 只从主角飞鸟性的角度出发 专注于人物个体的感触 细细品来 竟有些草跟英雄的味道 作为曾经的王牌飞行员 飞鸟依马达儿子 男主角飞鸟性 没有前代飞行员的沉稳和细腻 他得到力量的过程 也是看似偶然的必然 在去年1月 官方小说中完善设定 飞鸟的父亲 是因与戴拿奥特曼融合才失踪的 后在飞鸟遇险时 又救下飞鸟 所以观众很难判断 飞鸟加入地球防卫队 是因为父亲 还是出于保护人类的决心 片头曲就向主角对奥特曼的提问 戴拿正义到底是什么 戴拿真正的爱到底是什么 草根角度的新问题 最终却取得了超乎意料的惊喜 戴拿终于打动了年性一代 即使末日将至 主角飞鸟还是首先选择对女主说 只想守护你 现在 我只想保护你 飞鸟 回归人性的戴拿试图证明 人不一定需要大命题 才能对牺牲毫无回忆 正如纳什飞鸟的父亲 将这束光交与飞鸟那般 戴拿结束后 远古谈论力量的方式又变得复古 故事重新回到早年 赛文时期被搁置的问题 奥特曼应该保护地球 还是人类 1998年的盖亚奥特曼中 面对不断入侵的地外生物 根源破灭体 两个怀揣不同理念的巨人起了冲突 代表海洋的蓝色巨人阿古如认为 破坏生态的人类是万恶之源 应该被清理 代表大地的红色巨人盖亚 则站在人类这边 认为应相信人类和他们创造的未来 于是 力量引起冲突 冲突引发灾难 无论人类怪兽还是奥特曼 解决冲突的目标 变成了如何在灾难中求存 在此设定上 故事迎来了最完美的邪剧 最后一战 在团结所有地球的有生力量后 两位巨人合力消灭了最终boss 虽然盖亚整体表现可宣可点 但总给人感觉 某些方面还能有所突破 换言之 是当时的远古和观众们都意识到 奥特曼故事有瓶颈 从这时开始 一场改变了整个系列命运的革命 开始酝酿 另一方面 平成三节时期所积累的浪漫笔触 也在2001年的高斯奥特曼 发挥到极致 作为第一个蓝色的奥特曼主角 高斯并不热衷于战斗 偏向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他遇上的怪兽 总有两个结局 能沟通的被感化 沟通不了的被火化 同时 高斯前所未有的 将奥特曼与人间体 放在了相互独立平等的位置 主角春野武藏 第一次遇见高斯时年仅七岁 在许下勇者的誓言后 高斯先行离去 等到武藏成年后才一同作战 武藏经历了奥特曼系列中 最多的TV剧集 所以最理解奥特曼的爱与勇气 而高斯也从少年身上 体会到何为真正的人词 两人都完成自身的成长 温柔而治愈 高斯向一部预告兴致的试验田 告诉所有奥特曼的观众 新时代即将到来 这个时代的名字 叫终结 时间回到1999年 那年秋天 平成三节的最后一部 盖亚奥特曼放松完毕 看着公司在口碑和商业的巨大成功 主笔之一的长谷穿皈衣 却陷入沉思 他又一次开始苦恼于老问题 奥特曼到底是什么 皈衣很喜欢低下 因为其属性光给了他思路上的突破 那么光是什么 三年间 他们尝试为他加上各类条件 最后给出一个个 陶克般魔能两可的 不曾令皈衣满足的答案 在某个平凡的下午 长谷穿皈衣 找到公司的老牌制作人 林沐昕 说出了他的想法 为了回答问题 他要把毕业的大人们 重新拉回观众席 做到现在的孩子们身边 他说 光是羁绊 皈衣对胡子以花白的林沐说 会有人将他继承 再度发光 于是2004年 一个几乎粉碎了先前所有设定的光之巨人 降临在新宿 远古第二次大胆的成人像尝试 由这部《奥特曼》正式开启 这次的奥特曼被设置成一位真正的神明 诺亚奥特曼 主角孤门一辉也不再开场直接就是奥特曼的人间体 神明的力量并非所相披靡 他会因使用者个人的意志而不断变化 进化 故事里奥特曼也不再守护人类 他只是给予人类力量并开出力量的架码 凡人若是想使用神明的力量 必须承担惨痛的代价 奥特曼在战斗中所受的伤害 甚至会直接作用到人间体 所以每一次变身成为奈克瑟斯 都在消耗人间体的生命 有了痛苦才有救赎 第一部分的主题就是救赎 前所未有的 奈克瑟斯的关注点 落在了英雄光辉形象的阴影之下 守刃士能者基石准 是一位退休战地记者 曾深入前线的他 与一位女孩建立了兄妹般的羁绊 却也意外拍摄下了 女孩被炸死的景象 讽刺的是 那张照片获得了全世界的赞誉 难以释怀的基石准 将光的力量视为对自己的惩罚 一直怀着赎罪心态痛苦的战斗着 在二十四集中 极具渲染力的演出 造就了如今的右翼刷屏弹幕 准歌真男人 而在救出之后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牺牲 接任基石准的下一任士能者 是一位17岁的少年 千树莲 莲的命运更加悲剧 身为实验体的他 身体细胞一直在持续衰亡 只能活到18岁 与准歌的红色形态不同 蓝色形态的莲 习惯毫无顾忌 以命搏命 他希望在离去前 为自己深爱的世界 发出最后一份光和热 在Nine的故事里 人间体们会迷茫 会恐惧 但他们终究会前不后继 从前人手中 接过那道光 燃烧自己 耐克瑟斯是残酷的英雄赞歌 因为残酷 问题的答案才背显真实 光 是羁绊 羁绊的词意不止于联系 而是饱含深情的 由小我到大我 最终连接起全人类的羁绊 可惜 当时市场并不接受 Nine这样极度压抑的叙事 收视率又一次惨淡 宣告了商业的失败 为其是止损 远古不得已叫停了后续企划 并将Nine剧情腰斩 以极度遗憾的方式 结束了奥特曼第二次成人化探索 但好的问题 从来不会被遗忘 被Nine拔高的系列内涵 已经让新问题的答案呼之欲出 这个问题 我们曾以为我们知道 人类是什么 在艾迪奥特曼离开地球25年后 又一位来自光之国的战士 给出了新答案 号称最快最强的 麦克斯·奥特曼 他是平成与昭和的完美融合 他舍弃了前作 刻意二维的深沉 在轻松有趣的单元剧结构里 推进主线剧情 传播最广的是第16集 不少观众都曾在自媒体上 看到过麦克斯这个丢人片段 坊间甚至流传过最快最强 毁于16的梗 但不要被看似诙谐的表象迷惑 麦克斯在对前辈的巧妙致敬中 认真探讨了人类种族的本质 从此人类不再是 单纯被保护的对象 第24集不再被狙击的街道 承接了赛文的第8集 被狙击的街道 当年梅特龙星人被赛文击败后 并未离开 因为太爱地球 干脆借着当卧底的名义 隐姓埋名定居下来 遗住就是40年 到了21世纪 梅特龙星人终于决定回家 临走前 他想见见老朋友 于是仿照40年前的手法 给人类开了个小玩笑 通过改变手机通讯频率 让几维路人变成傻子之后 梅特龙星人终于如愿见到了 麦克斯的人间体快斗 这位接替了赛文的小背 他告诉快斗 根本不用宇宙人入侵 现在的人类就会自取灭亡 社会科技的不断发展 带来的惰性 会让他们愈发依赖 手机一类的工具 所谓进化 是某种程度上文明的倒退 过去40年间 人类明知地球是唯一家园 却从未停下破坏环境的脚步 这是一个古老的人类命题 明知抽烟有害 却照出不误 明知沉迷手机不对 却依旧放任自己的麻木 这样一个注定自我毁灭的种族 又何劳外人动手 在最后一次欣赏完 地球美丽的日落后 梅特隆新人离开了 留下快斗一人 在夕阳下沉思 在赛文完结近40年后的平成 终于有后辈继承他的精神 续写着昭和西奥特曼的故事 麦克斯全部39集的故事 都有着类似的人类反思 其中第二十二集 蝴蝶之梦更是借鉴 庄舟梦蝶的哲学思考 混淆了故事与现实边界 去探讨人类存在的深度聚集 这个故事 有着史上战力最强的奥特曼 但他已不是最初的神明 也不会像过去那般 坚定地袒护人类 面对再次袭来的地底文明 麦克斯奥特曼 拒绝了快斗的变身请求 选择不干涉地球 内部的冲突 而人类也没有令光之巨人失望 最终通过与地底生物谈判 达成了共识 平息了事端 这样的故事 才是属于人类的进化 才让人类相信 自己真的是一个 未来充满光明和希望的种族 麦克斯结局 老年的男女主 携手望向窗外 蓬勃发展的未来社会 问题解决了 故事便有延续 2006年的孟比优斯奥特曼 作为40周年纪念作 在基础上继续延伸 最终给出了贯穿全系列问题的答案 全须50集主要讲述了 奥特兄弟中最年轻的战士 孟比优斯 在地球与奥特警卑队的哥哥们 共同抵御怪兽来袭 一同成长的故事 第45集 面对群众的质疑 远古借香绣树枝口 道出了历代奥特曼们 抱有的信念 这一次优点缺点反思 人类的属性很完整 曾经质疑奥特曼力量的香绣树 如今成了保有坚定信念 保护地球的前辈 对于地球的爱 也得到了更圆满的解释 若不了解人类的正反面 是不会爱上这颗星球的 但可惜 现实中远古公司的运营状况 已不允许他们 再在答案上继续深入 孟比优斯完结的2007年 远古宣告破产 随后被TYO收购 又被转让给玩具商贯贷 自此奥特曼进入了新的迷茫和探索 新生代的奥特曼们 面临着一个必须面对的尴尬难题 商业化 2013年 几乎是一手创造了 平成奥特曼的编剧 《长谷穿归衣》再度出手 以相当低的成本 完成了新生代第一作 银河奥特曼 高度重复的皮套 简陋的打斗场景 这位来自未来的 银河奥特曼的故事 透着肉眼可见的贫穷 但也正是这部低成本之作 盘活了这个在电视市场 沉寂7年的老IP 万代迅速察觉到 奥特曼TV系列存在的商机 随即推出续作 银河奥特曼S 自此 剧情为道具服务的时代 开启了 系列重心也不再是对奥特曼 这一概念的探索 而是如何卖出更多玩具 前辈们的力量 被做成各式道具 成为新生代们各种花哨形态 毕竟人间体的变身器 是奥特曼系列玩具最大的卖点 奥特曼们的变身方式 也因此一届比一届耗时更长 特效更滑 最开始还都是稍微正常些的玩偶卡片 后来万代突然想起 故事里的光之国 可是有个专门搞科研的科学家 一边线上玩命发新玩具 一边线下疯狂上链接 胶囊 徽章 挂线 只要能成套卖的小物件 都能成为奥特曼的变身器 商业化越来越高 到了2018年的罗布奥特曼 商业元素占比 已达系列巅峰 严重影响了观看体验 变身时间从前辈的5秒内解决 发展到单格奥特曼 近40秒的玩具使用教程 顺便一提 一级奥特曼的时长 一般在24分钟 每级罗布除去冗长的变身 形态转换 固定的开头片围曲 以及中间靠慢镜头堆砌的 打斗场景 编剧才开始讲故事 即使有如此恶劣的限制 罗布也依旧完成了任务 一个温馨治愈的家庭喜剧 没有前作班的深沉 至少也得将故事讲圆满 他们在字里行间里 塞下了独鼠与奥特曼的倔强 除了救活了整个系列的银河 在中国不温不火的艾克斯 完全担当得起 新生代最强单元剧之谜 在欧布取得了阶段性成功后 远古立刻推出商业元素 大幅减少的网剧 欧布原生之初 试图从欧布奥特曼出身的角度 讲一个近似平成三杰的故事 虽然最后翻车了 即使部分场景会尬到 让观众用脚趾抠出奥特事项的杰德 变身台词中独特的日式英语发音 让每次变身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感 在此基础上 杰德也讲出了一个东赢版的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故事 父子子孝新手师父的结局 更是让观众为之动容 总之 迫于现实的市场压力 这一时期的创作者最关注的问题 不是奥特曼的本身命题 而是内容和商业的平衡 于是观众们也一直在等 等待真奥特曼再度归来的那天 时间继续往前推进 奥特曼进入了诞生以来的 第三个日本年号 令和第一作泰家奥特曼的出现 意味着远古终于上到 首先令人欣慰的是 因为罗布糟糕的口碑 这次泰家没有过分的玩具展示 其次 故事也走向了新的方向 泰家在一个人类与宇宙人 共存的世界观里 无功无过地 讲完了自己作为光之国皇孙的故事 并将系列导向到 重构奥特曼 人类与怪兽间的关系 这才有了去年播出的 欧斯 泽塔奥特曼 虽是日常剧集却具备了 极具震撼性的拍摄手法 以及剧场版级别的特效 高声喊出我的名字吧 泽塔奥特曼 正如这两句主题曲歌词 泽塔怀着满前傲气 向世界宣布 这个黄金IT终于涅槃归来 以及向市场宣告 我们终于有钱了 那么泽塔凭什么成为九分佳作 泽塔的人间体 男主夏川姚辉 一直以来 敢对怪兽痛下杀手的原因 是因为童年时 父亲被怪兽杀害 所以在姚辉的价值观中 怪兽只要对人类有威胁 就应当被消灭 但如果怪兽是强制 被人类改造的受害者呢 如果怪兽也是为了 保护孩子而战斗 面对被人类伤害的怪兽们 姚辉迟疑了 而神经大条的泽塔 也明显不是爱迪老师那般 能给姚辉指点迷惊的长辈 吃一生迷茫 迷茫使他不能专心战斗 相比之下 同是战斗员的杨子 却异常坚定 为了保护人类 杨子愿意背负杀戮的罪恶 他态度坚决地告诉姚辉 怪兽是没有容身之所的 看出来了吗 奥特曼发展到今天 终于完全打破了人类 怪兽奥特曼的三原论 奥特曼不是绝对的善 怪兽也非绝对的恶 人类不再是被保护的弱者 反而也可能成为大反派 现在回头再瞧一眼那个问题 奥特曼为何保护人类 或许这个问题本来就问错了 从昭和到令和 故事里其实从来没有什么至高之人 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在保护自己啊 香秀树曾告诉日比野未来 正是因为人类需要被辩证的看待 所以才有一代代奥特战士 持续守护地球 守护着与他们一样相信爱的种族 距离地球三百万光年外的他们 因光的力量而彻底改变了生活 但人性又让他们主动背负起责任 某一天 在宇宙中游荡的他们意外发现了地球 那一刻巨人们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他们既担心人类这个充满希望的种族 堕入黑暗又不想让人类重蹈自己的覆辙 那么奥特曼会一直保护人类到什么时候 孟比优斯42集 奥特警卑队队长佐菲告诉人类 直到人类依靠自身力量 与他们并肩骑飞的那天 还记得诺兰的星际穿越中 被放置在土星旁的虫洞吗 为什么素未谋面的五维生物 要在地球陷入末日危机时相助 诺兰的解释与奥特曼不谋而合 科技力量是会不断发展突破的 但以爱为代表的人性 却有着再先进的科技 也无法到达的彼岸 现实里也一样 奥特曼的主创持续了几十年 用人性的坚韧为人生作打 在莫名被打上暴力标签之前 奥特曼一直以来背负着幼稚的标签 但即使公司破产 一直被偏见嘲弄 一代代的编剧和制作人 还是不断将光之巨人的故事传承下去 所以在我 一个粉丝心中 奥特曼的故事 是一封来自三百万光年外的情书 年幼的孩子们 那不正是美好人性最初的样子 他们曾在电视前 笨拙地比划出十字手势 看起来是有点傻 但他们笨拙地探索脚步 终将踩下人类通往未来的脚印 而那些被奥特曼指引着长大的成年人 看看如今 那些令你苦恼焦虑困惑思索的当下 其实不也都被光之巨人们 用温柔的方式讲述过 不论身处多迷茫的时代 总有人性的光辉闪耀 指引着前路 奥特曼 小孩子家的儿戏 他是 但他也是人类的儿戏之一 儿戏 就是熟悉世界的第一部 我是莫莫 这一封来自三百万光年外的情书 我今天再次将它递到你面前 请你查收 欢迎回来 我还是美风 最后我还有一个小插曲想要分享 本期视频的内容 来自莫莫曾在我们微信号上 推送过的一篇文章 名为 我爱你奥特曼 对于一个大众影视账号来说 这篇文章很惊人 惊人到只能采用这么直接的标题 因为看到这篇文章时 它的确让所有同事叹为观止 连不熟悉奥特曼的主编 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改 它足足有一万多字 配图将近一百多张 内容几乎涵盖 1966年初代奥特曼以来的 所有奥特曼剧集 内容深度广度 令我们不禁赞叹 这是一次令人肃然起敬的 为爱发电 也是一封写给所有奥特曼的情书 在大理之前 他曾留下过这么一段话 他说 我要变成光了 把我的宫位的窗帘拉开 你们特别是 不要老是埋头写稿 累的的时候可以往窗外看看 外面有光 那是我 收到消息之后 我赶紧向他确认了一下 原来他不打算是去死 就是因为他的天真 中二 和那份滚烫的人情味 我也深深感到 这种肉麻话 只有在这种阳光的孩子嘴里 才会变得可爱 在全网下架事件之后 默默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 然而那天晚上 他迟迟没能发来录音文件 夜深了 先发来的是他的道歉 他说录到一半 情绪失控 他哭出来了 这份情感 我没有一丝怀疑 因为让他哭了的片段 正是迪迦第25集 最关键的那场战斗 外星怪兽蛊惑人类 很多大人被洗脑 认为迪迦才是暴力的恶魔 迪迦奥特曼是真正的恶魔吗 恶恶魔 小男孩知数的奶奶也中了蛊惑 在迪迦处一下风时 他对孙子说 恶魔快被天使打死了 而知数十分坚定 迪迦不是恶魔 在最紧张的关头 知数动用黑客技术 改变了地区的供电 为迪迦带来了最大的光芒 拯救了迪迦 拯救了世界 也唤醒了那些被蛊惑的人 我的确不是奥特曼的粉丝 我没有那么相信光 但我相信那些像知数 像默默一样的人 我相信那些相信光的人 他们总是天真 充满热情 他们热爱生活 并且他们会为自己的热爱 战斗到最后 这个视频内容繁杂 制作时间紧张 我们没有打算加更多的包袱和笑料 如果你觉得枯燥 实在抱歉 如果有哪些地方有遗漏 错误 请及时提醒我们 我们将及时更正 这里是读社编辑部 希望我们的作品 没有辜负默默 也没有辜负 所有相信光的孩子